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说一下你的姓名 冯时珍 年龄 二十三岁 家中有什么人 父母和大哥 冯先生你来荣家 可曾受过什么人的指使 没有 我只是来找一份工作 是否传递过情报 没有 同家人也没谈论过吗 没有 我只是来打工的 用不着在背后嚼冯家的舌根 冯先生 你是否有鼓动过 孙少卿离家出走 有过 他视我为知己 频繁地向我吐露痛苦 我也很同情他 所以就尽力地去开导他 鼓励他 说真的 以他这样的情况 但凡是有同情心的 都会鼓励他出走 追求自由 那你可曾帮他安排策划过 如何离家出走 没有 我仅仅是和他探讨过玩偶之家 你是否把他同外人联络过 没有 是否把他传递过消息 没有 他同你提过西塘里的事吗 没有 肖宝丽你怎么认识的 肖宝丽是上海滩知名的舞女 人都有三教九流的朋友 这是什么奇怪的事吗 抱歉加上 我想听冯先生自己解释 原因很简单 之前家里 遭灾欠了债 还不起 所以我一度想去舞场 做舞女来还债 我第一次去跳舞场的时候 认识了肖宝丽 宝丽一直劝我不要冲动 他告诉我 下水容易 上岸难 所以他介绍了一个 比较靠谱的放寨人 叫熊三爷 杨先生估计也听说过他 他给的利息比较低 偶尔还会给我们家宽先生几天 我就是这样 跟宝丽做了朋友 够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最后一个问题 孙小姐离家之后 可曾再跟你联系过 没有联系过 其实我还挺担心她的 不知道她自己在外面好不好 毕竟 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 我也怕她会遇到坏人 谢谢凤先生配合 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 没事的 你怎么比我还紧张 我是不想你想起 过去不开心的事 没事的 有些事情 说出来反而好 我还是不想想起来 我还是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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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